大家好,5月10日星期日 星期日本来这几个礼拜我都想讲立法会选举的事情 刚刚昨天看到梁振英 梁振英昨天应该去派口罩 有空就看到了,夹了张图 他做了一段东西,做了很大段文字 那些文字都值得介绍一下 因为很多人都说博不到他 我都不是想博他的,沟通一下 大家交流一下,是吧? 因为他下午的时候出了一段status 在他的facebook 他说本土和数人交手肯给多少顶手费 其实我想到很久,他的比喻是错 谁给谁啊? 数人给顶手费 顶手费就是买了你的东西 给钱你,买了你的生意 应该是泛民给钱数人的,是吧? 现在他问数人是肯给多少顶手费 事源是怎样呢? 泛民提出在立法会选举 争取三五值以上 如果成功就跟香港揽炒 用这样吸引说要团结在泛民周围 他说数人跟本土信以为真 就跟泛民混用财政预算案 否决权是否应该加入积极两个字 他说数人本土同气,生儿生儿子不知道 是泛民的35+,完全没有预算他们一份 你看近日被逼弃选的是什么人? 入闸的又是什么人? 这个好笑,他说连刘小丽 余德宝? 刘小丽是公党的,余德宝是公民党的 李奥燕,这个就是数人 不知道什么头什么路 就是学生会的人来的 就是理工学生会 都要含泪气选,含泪气选 他们说不参选而已 是有这样的新闻 连黄碧民,笑了连黄碧民 这样的旧电池都可以入闸 旧电池可以入闸 的确是网上多人骂 为何还被黄碧民选呢? 就知道泛民35% 利用乳臭味道的人的统景 借肩膊给泛民老鬼上 黄碧云这些,还有啊 巫婆呢,巫婆应该有份的 立法会高失口禄的议植 是人家冒着坐牢的危险打回来的 竟然说公道话 没有善让这回事的 顶手费三个字还没听过吗? 这个梁振英说了 我就不明白顶手费是指什么 即是,跟你捉下自失 因为顶手费当然是我卖生意给你 你给钱我,那为止顶手费 顶了我盘生意做 现在的情况就不是 现在就是泛民就劝退了 即是根据他说,劝退了本土 所以就问,你给了多少顶手费呢? 住此里啦 其实他抓好事 其实他抓好事有些地方是对的 即是叫王碧云做旧电池 但是再出发这位梁振英 其实他是过期电池 没有光,没有热,旧电池 还有些东西要点一下 他呢,就是人家还有点 所以就出来 他现在没有东西可以点 叫他选立法会完 他又没有想过 再出发就不知道找到什么 黏着一群有钱人 在那搞了个当事 派口罩就是他要做的事 但是竟然没有在街上派 就在家里打Facebook 还有就是我认为 梁振英根根本不知道什么头什么路 虽然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如果你有留意政治 其实知道他不是在说 就是形势不是这样 形势是怎样 形势是怎样 详程我都未知 或者知道都未应该分析住 因为变数上多 但是呢 你看看被劝退的什么人 刘小丽是泛民的人 是泛民的人 寄了头上去 余德堡又是公民党的人 即公民党说我不会找人出 他不找人出 即是不会搞坏 他不找人出事 那就是巫婆和碧云 是两个位而已 新东有多少位呢 不是九东 九东有六个位 各位 上一次记不记得是民主派加本土 是拿了四个位 除了巫婆加这个 这个迫云邪神之外 即是黄迫云之外 还有刘小丽 而尤其跑呢 差点两个 不是应该不行的 差点两个都跑到的 不是有一个跑到的 结果是尤慧晶 就跑完王毓民的 所以呢 非建制呢 其实是六席里面拿了四席的 但是这个有一个情况是什么呢 这个情况是 建制并没有传来欠三席 只是两个候宣人而已 就是袁秋和梁美芬 所以他们每人分了五万票左右 那就是这样了 整个形势 其实你说新界东 不是不是 九西 九西这个场是颇怪的 因为这里进行过两次补选 而两次补选都是建制赢了的 都是民建联赢了的 现在民建联赢了两个人 是不是 郑远迅和陈爱因 那梁美芬要争 他们有三个人去 即是意图争三个人的 那别人意图争三个人 你又没有信心拿回四个位 这个说不通 是不是 好了 然后他们现在劝退了哪里 劝退了自己人 是不是 即不是梁振英说 喂 你帮素人 你帮素人 你帮本土 被人踩着肩膀上 你们out了 你被他脑点了 这个呢 就纯粹是梁振英自己 就是他的意图用这样 分化都不是的 因为他根本就不知情 我了解就是不知情 简单来说现在的形势是怎样呢 其实经过两次普选之后 九东 九西 九月的九西九月的选举形势 你可以视之为 泛民是没理由 没什么信心拿回四席 因为呢 如果我们加上刘小丽 加上赢了的 泛民加上本土派 本土派当时呢 每人两万票 黄毓民加 加刘慧晶 赢了刘慧晶 其实他们那里有四万票 那刘小丽呢 再加上刘小丽 加上胡孟静和黄碧云 其实当时是有十七八万票 十六万票 很稳定有十六万票 是非建制的 OK 而这十六万票里面有四万票呢 就是本土的 坐定是本土的 哪两个人拿了呢 就是黄毓民加 游慧晶 是hook了四万票 最少 而呢 其实刘小丽 也有部分本土影子的 大家都明白她是自决派 所以她也是一个 泛本土的一个形象 好了 我们回去 2018年两次保孙去第二次了 11月那次了 一次就是出这个教授 教授 那就惨败 第二次呢 出李卓人 都惨败 惨败给陈凯欣 这两个是有什么教训呢 大家记不记得一件事 在李卓人输了之后呢 李卓人谷进 民主派是谷进的 是十万票不够的 而呢 建制谷到11万票 那你说建制谷到11万票 就清楚赢了你 两次都赢了你 但是问题呢 李卓人呢 其实承认了一件事 是本土派没出来投票 就是我不投票 我没得投就不投 都不投给你民主派 这个他们清楚明白 所以他也说了一句话 输了之后 他说呢 民主派有责任 帮本土派 找回席位 就是拿回席位 不是让他 不能够霸了别人的席位 那这次其实他都预认了 但是他不知道 本土派自己怎么搞出来 会找到哪一个出来选 你不用怕 没有候选人的 东西当然有的 就是如果是 九西的选民呢 你如果怕没有候选人被你选 那你只是 很自然你会做回同一件事 就是不选 民主派的人不选 就算了 主流民主派 就是现在 互相协少 其实他协定了两个人 目前为止 就是两个人 是吧 巫婆和碧云 就是他希望 他选择了 可能他都不能选择 因为他们这些 江湖是非 内部的两大政党 民主党不叫邪神出去 还说是谁呢 民主党可不可以没有位 他经营多时 又买区议员 又有地区力量 他没理由不继续霸出位 他也没想过 替人去替代 迫云 这些就是网上很多人罵 但是人家是家事 你出去不讲 民主党不会换人 他没有意思去换人 公民党又不想 可能最终有人 因为余德堡是公民党 公民党 也好像他是很困难 找一些有实力的人去选 可能跟无妇有多些默契就算了 继续 不要影响到无妇 无妇就是一个人 上一次是代表了公民党 这两个就会稳定继续去的 他们协商了这么多 另外还有些空间 最少大家就知道 至少民协有没有帮你协联 我没有听过民协说 不会自己选择 民协他还有万多票 座底有 如果他找到一个醒目的出来 或者他协助某些素人 我听过这样的说法 他愿意我不选都好 我协助本土或者素人出去 大家取合作关系 因为素人的意思是 全部他们是自感作工出来 而是在区议会里赢得到 迅速建立了自己的一个团伙 一个势力 一个集团 民协都乐意和他合作 和大家友好 所以就算他自己不出人 他都可能没什么人出 但他们是有十几个区议员的 他们有足够的实力自己推人 没有需要让给其他人 而事实上我们没理由 就是在九龙西 民主派非建制 没理由目标是小 那四个人 所以还有两个人 就算是协调 怎样都可以找多两个人出来 现在还未知那两个是什么人 而这两个呢 最少其中一个 就会很清楚 会是代表素人 或者是本土的人 就是我看 是不是已经劝退了 都不可能的 因为本土并不是一个党 是不是 也不是梁正英 这位老人家 和我这么老 就是你这么简单 看他们是不懂事的 被人怎样怎样 就散了班 就不会来的 我看是非常难理解的 这班年轻人 我都不敢说 我了解他们 虽然我都很 我只是留心观察 我都算是很开放的人 所以我比较明白 他们的思维方式 和我们老人家不同 而且他们有能力 整件事搞出来 都这么大能力 你选的议员很小事 我了解 因为30年前看着泛民 开始出来组党 那些好鬼儿戏 就霸了江山 但是都没什么作为 到今天其实都没什么作为 我很努定 今年呢 大家只要继续留意新闻 一定有本土派的人 可以给你选 一定有这个空间 老共也都不会帮民主派 清理那些本土 或者是有些毒意识的东西 就是不会用他的DQ 去帮你掃除障碍 等你民主派继续坐那些位 没有这么简单的 就是他宁可拉一派 打一派等你自己打 他在运练情况下 可能他就舍多个人主理念 很明显 建制是准备出三条队的了 陈岳欣和梁美芬 在那里差三个位 他们是合理的目标 在他们来说 因为他们赢了两次 保选之后 证明他们是有力一战的 没理由再缩水 反正来民主派缩水 只安排三个人出去 这个就很怪异 就算是安排三个人 也还有一个叫做本土派 一定是代表本土派的素人 如果不是那些票 都不会归到传统泛民 所以传统泛民 现在这样的做法 就是协商里面 最紧要自己要那两个人 跟着还会有人出来争 就是余下的两个 应该是目标是两个位置 那你拿回四个位置 协商拿回四个位置 都是拿回上一次的成绩 没理由这样也没有信心 没理由这样也没有信心 死了的人还说 我35职 你们省点吧 所以大家好戏在后头 今次九月的选举依然精彩 不是这个过期电磁体这么简单的